大家好,歡迎回到開市感浪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仍然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丸子希,Herry Herry,你好 Herry,你好 Herry,上一節跟大家談到美股和耶倫出席聽證會方面的一些講話 這節跟大家看看恆子的表現 現時恆子升52點,22882點 其次方面升31點,低水57點 國企指數升26點,報9983點,成交額101億多 見到今日各市的情況暫時上升,升51點 但升幅不是太大 見到美股方面,升幅來說只是升70點 也見到內地股市暫時兩大指數都要跌 上升綜合指數和互心300指數跌 現在上升綜合指數跌9點,去到2037點 昨天就大家說夾淡倉 所以恆子升了超過300點,接近400點收市 今天來說,升了那麼多休息 又或者暫時沒有甚麼方向 下星期一召開兩會的時候休息 休息是否正常 對,我也覺得是正常的 跟大家說的指數的方向性 會等到期指結算之後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方向 我也有少許出乎意料之外 就是一期指結算之後 昨天下午回來 全部的指數都升得緊急 如果你說看指數的情況來說 好像沒有甚麼來到A股的表現 現階段來說 暫時去看 A股或者是本地市場的一些H股 其實主要都在看下星期兩會的情況 究竟先前所預測的一大堆的一些板塊 會不會說真的有新的政策推出 或者是一些進一步的息術 這會是市場的焦點 另一方面,如果你說看大股 主要今天所看的就是長和系的業績 這個亦對於市場來說 無論是本身攝觸的範疇來說 實在相當之多 究竟他怎樣看呢 環球的經濟表現 會變成一個歐洲方面的走勢 會是大家所關注的地方 指數來說 就在充23,000 我會覺得今天如果A股生生生生的話 其實都會有機會試一試 但現階段來說 A股就在跌9至10點 沒甚麼支持作用回到 就看看本身 即是星期五 通常臨尾的時候 中證監會發佈一些事情 又或者是不同的政策 通常都星期五會有些消息 看看會不會刺激到大股市的表現 我會覺得現階段來說 期結之後 暫時去看就會是衝浸 始終我會覺得 先前亦都是壓住了指數 沒有甚麼方向做了一陣 今天如果你說的升幅來說 我相信沒有昨天那麼誇張 以本身來說 先看23,000點作為初步的阻力 衝得破浪定了 再慢慢看上去23,400點的水平 謝謝大家看完事的表現 不如和大家看看藍籌股最新情況 藍籌股方面 匯控升2號 中移動跌3號 中行沒有升跌 公行升2千 現行升2千 港交所升1號 國壽升1號 友邦保險升2號 半部38元 騰訊升7元 今日又再創新高 升超過1% 金沙中國升1.05元 長實升7號 身體務升跌 九倉升6號 中國海外升5 華欣之地升6 中海油升2 中石油升1號 中石化跌3 昆仁能源升6 中國神華暫時沒有升跌 今日來說 騰訊最高見過631元 現價623.5元 連續幾天破頂 見到上升浪 大家都出乎意料 大行不斷調高買入價 亦見到一些卵政化行商 不斷調高 出那些扣卵行使價 其實大家是否預料 騰訊會越來越高 現在623.5元 大家之前說600元 現在又穿了 Number股 是否指日可待 如果再看騰訊的表現 今天有另一份報告 大和出 今天看目標價 好像710元 不同的analyst 好像鬥高 對於目標價 對於市場的反應上 方面來說 自然會繼續是正面 因為近幾段 層訊股價不斷推升上去 其實主要是有些大行 會一直在護行 所以本身股價表現 NICOLE所問 會否去到自己的Number700元 我現在不敢斷言去說 因為現階段市場 如果在下星期或後星期 除了兩會之外 就在看騰訊發覺業績的表現 我覺得這陣聲浪 暫時最大的風險因素 或是會否有機會 會有少少回討主要的看法 來看業績做成怎樣 這個來說 市場初步的預測 在看本身 究竟微信 講到這麼多衝勁 現階段初步的一些盈利數據 會是怎樣 這個是大家所關注 也看到 業績做得好與壞 未必完全影響到股價 也要看著主席馬法騰說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留意一下 我覺得這幾個星期 騰訊也可能醞釀 繼續去收購不同的東西 也都見到 對於股價表現來說 事異不然都有刺激的作用 但現階段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上面 除非你自己保持股份 我就不建議買 以這股份來說 只有一個體字 其實那個心理因素 你買了下去 心理壓力很大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都見到出了業績之後 才慢慢再部署 好嗎 麻煩 跟大家講完騰訊 講一下今天的新股掛牌 就是國際超購2187倍的衛生國際 見到衛生國際方面 今天股價開始做好 現時來講 2.3元的位置 升近接近9% 升了1.8元上來 招股價來說 今天做得相當不錯 但一手中籤率很低 只有4% 現在每手都賺380元的時候 如何看 是否炒概念 有課投資者可以怎樣部署 如果你說看衛生國際 1340這隻股份 就是今天的新股 也是近來的一個焦點 因為它主要的超購倍數 有2187倍 但股份表現來說 我覺得真的比較差 超購2000倍才賺10% 比起麥林來講 真的不行 這隻股份 我會覺得 主要做一隻豬肉股 其實我也會覺得 規模上不是很大 做得比較上游 以本身 其實市場對它的反應上來講 都是炒永的供求因素 對於基本因素上 就不是太大的衝勁 所以我建議投資者 本身這隻股份 今天的波動性會相當大 大家看位置 我自己看法 現階段好像升不到上去的時候 可能在2.3、2.3、2.4的位置 就可能要走一走貨 好,謝謝 另外繼續和大家看看市場的移動股 就之前大家一直熱炒的方網版塊 手遊版塊來講 今天有一隻股份出現回吐 就是博雅互動434 今天來講 現在股價跌9%下來 去到13.22 但最低是見過12.8 公布了去年順利跌5% 今天來講 股價急錯 之前主席在高位減持 令到大家會否看淡 之後的表現 看到去年順利跌5% 都令到市場非常驚訝 如果你說看回 主要驚訝的地方 我相信是博雅先前發了一個盈起 全年少賺5.1% 雖然營起因素 撇除上市費用 依然有高速增長 但由於本身434 市場比期望相當高 如果你看細數表現 或者是每個遊戲的ARB 數字 其實都有個下跌 我相信 如果你說 其餘的增長動力 譬如說 不同的一些遊戲人數 或者是相關方面的數字 依然有高速增長 所以我會覺得 今天其實升了太多 上到15.16的位置 你出過一個盈起 但反而順利 就有倒跌的情況 我會覺得 市場真的會有失望的情緒 跌定了 再慢慢炒 始終 例如說 434這些 博雅手機遊戲內的股份 我就適宜 我都建議 只是短炒 跌定了之後 慢慢入一入 博一博一兩元 這些位置 都有些肉食 好 謝謝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Harry後師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自己有持有呢? 沒有的 好 謝謝 稍後回來 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住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在2804-6566 稍後見